日赛乡推广部落小旅行四年成效卓著 吸引了屏東縣泰伍乡关注 21号下午包括了泰伍乡长代表会的主席 特别率领着部落头目还有村里长一群将近百人到花莲来参访交流 虽然天空不作美下起大雨 不过双方也就部落小旅行的规划执行 产业扶植等议题来进行一届交换 屏东泰伍乡长邱登星等一群百人 分别搭乘三台游览车来访 虽然天空不作美下起大雨来 不过瑞士乡公所仍热情接待 尤其承认瑞士乡公所圆明客长的曾月莲 也同行与老朋友们相见欢 现场气氛热烈 早在多年前就获得圆明会产业扶植计划的泰伍乡 部落咖啡产业推广的有声有色 今年度也将准备朝向部落小旅行流程来发展 尤其对于瑞士乡公所推动的部落小旅行成效高度关注 因此在当地县议员以及乡待会的支持下 特别率领部落头目、村领长、会同图审会 调节委员会等单位、组团来访、取经学习 一听到说我们公所要来内税 我们乡里面各个不管是在乡公所或者是其他 都想要来这边看看乡长还有看看我们的产业 所以我们来这边写起光某他的产业 最刚刚感觉到四大产业 都因着圆明会产业扶植计划的推动 而牵起两地情缘 而几年前瑞士乡公所也特别参访取经 而对泰伍乡的咖啡产业推广成绩相当敬佩 这一次面对泰伍乡回访来学习部落小旅行的推广执行 乡长沉浸光也不偿思 透过了记录影片大方分享交流 听到说泰伍乡要来 我跟我们科里面跟我们秘书好好研究一下 因为我们对这乡去泰伍乡学习了两次 那第一次是因为我们泰伍乡拿到了我们的福祉产业计划 好不容易啊 所以我们来去偷学一下 带着我们的同步 所以我真的非常谢谢我们泰伍乡 给我这个学习的机会 让我们可以争取到这样的机会 来照顾到我们的部落 有朋自远方来不以悦呼 屏东泰伍乡带着当地的咖啡小米酒 相置分享交流之外 泰伍乡长邱登星也赠送排湾族特有的联酒杯 并与乡长沉浸光共饮经验 东道主瑞瑟乡长沉浸光也赠送阿美族情人带 代表双方情谊永不断 双方互动热络 记者是玉兰瑞穗采访报导